习近平通过反腐来清理政敌的权斗进入新领域 外媒报道,习近平近来将有江派背景的中共军工综合体的前任和现任高管 作为亲戚新目标 这被解读为习近平试图在二十大前巩固军权 5月11日,日经亚洲新闻报道 习近平正在瞄准军工企业的前任和现任高管 包括曾参与核领域及航母计划的相关人员 这是在明年秋天中共召开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在加紧巩固对军队的控制 上个月,中共中纪委宣布 对原中共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家旭 中共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刘厚成进行调查 他们涉嫌参与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这是中共指反贪对象时的常用术语 自2012年上任以来 习近平始言要严厉打击老虎和苍蝇 该活动在2017年秋季中共十九大之前 达到了一个健强的阶段 但在最近几年逐渐消失 日经分析 今年习近平将在二十大前 再重新启动这种打虎周期 近期军事承包商不断落马 震惊了国防工业 尹家旭在2013年至2018年 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已经退休近5年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成立于1999年 拥有50多家子公司和下属单位 服务对象是中共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以及武警公安 2002年到2010年 他出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 党组副书记 在1996年至2010年 他断断续续在长安汽车工作了12年 其中近6年时间担任长安汽车董事长 而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的成员单位 而刘厚成所在的中和集团 则主要从事核军工、核电、核燃料、核应用技术等业务 是特大型军工央企 被调查的刘厚成 曾为中和集团现任总经理 吴军担任助理多年 在这两个军工巨头落马前 今年1月 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问明被以涉嫌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逮捕 吴是中共第一艘自行开发的山东航母的总指挥 他被指大搞民信活动、全色交易等 而吴问明的前任 中共船舶重工集团前总经理孙波 涉嫌向外国情报机构泄露辽宁号航空母舰机密文件 2018年6月被调查 后被判12年有期徒刑 日经分析 习近平的反腐已经直指中共军队武器高管 4月29日中共原海军副参谋长宋学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他是6年多来第一名落马的海军高层将领 也曾参与航母开发 习近平新的清理行动意味着中共内部激烈的拳斗 日经分析 这些被打倒的官员如尹家旭、刘厚成、吴问明等人 都跟江泽民派系的核心圈子关系密切 江泽民于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 但又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两年 在军队中辩差亲信 其中 吴问明是江泽民扬州老乡 试图发迹于江泽民主政期间 报道并指 习可能正在采取行动清洗江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